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我们今天来聊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 十二星座的男生啊 在出轨之前会有什么样的前兆呢 哎呀 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重要啊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每个女生其实你们的第六感都是很灵的 只要这个男生跟平常不太一样 比方说会去偷偷的回简讯啊 躲在某地方讲电话啊 忽然就不见啦 我觉得你一定会开始怀疑 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再加上我们待会要分享的情形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咯 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的是呢 大家要留心你的男朋友 或另外一半的太阳或月亮星座 虽然大家常会讲太阳星座生日 可是其实月亮星座是习惯 是内在的一个情绪 以及你没有办法伪装的个性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也参考一下 这个对方的月亮星座 好了我们先看第一个族群叫火象星座 包括了白羊狮子射手 其实我觉得这个族群的男性 或是另外一半要出轨 你一定可以了解 一定可以注意得到 太简单了 因为当他们热衷什么事情的时候啊 一定是抢先 积极 然后努力守护 一旦呢对你或对任何人失去信心 或者是失去热情 他马上啊就贪软跟蛋黄哥一样 完全没有信心 或者完全没有反应 就跟一个死鱼死木头一样 所以如果你发现呢 你的这个太阳或月亮星座在火象的男朋友 开始不找你玩啊 没有跟你有一些热情的火花啦 然后呢也没有共同的目标 会谈到未来啊 然后最近又开始怎么样 这个传讯息啊 躲起来接电话啊 偷偷不在啊 这个很大的状况就是可能出轨了 而且你问他的时候呢 因为火象的族群啊是坦率的 所以呢他们只可能有两种 一个叫承认就是他们出轨 另外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他不骗你 但是他也不想承认 这个是火象的一个议题 大家可以注意 第二族群呢 我觉得是比较难处理的 叫做太阳或月亮在风向星座 包括了双子啊天秤啊水瓶 这个族群啊本来就喜欢聊天 但是各位你知道 在现代社会 所有的小三小王都是起因于聊天啊 所以呢这个族群如果开始 偷偷的啊传简讯 讲电话然后不在 参加朋友的活动不带你出席 以前他都会带你出席的 或者跟你聊什么什么事情 现在不聊了 那你要小心哦 但风向有个问题就是啊 他们太聪明了 脑袋动很快 所以呢他们常会 装傻或者是顾左右而言 他来遮掩你觉得不对劲的问题 比方说 他可能最近他这个不小心 从口袋里调出一个发票 你看怎么有买保险套 然后你就问他说 这个发票怎么回事 风向会跟你说 当然是马回来跟你一起用的啊 但是你心里知道 你们两个根本不需要这个东西 但是你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对不对 风向很会讲理由 所以我觉得这个族群是要比较小心的 另外呢 因为风向星座比较容易 领柔分离 因为他们在分析上面是比较理性的 可以找很多理由 或听各种的这个资讯 给自己一个借口 因为他们需要自由 所以有的时候也许呢 你也不要太过于紧张 但是我觉得某一个真相 一定都在提醒你 你们中间是不是有些问题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土象星座 包括了太阳或月亮在金牛 处女还有摩羯座 这个读题很有趣 土象星座以拥有触摸触感 为重点 所以当他们出轨的时候呢 除了刚才讲的就是 偷偷讲电话啦 传简讯啊不见你外 他们一定很喜欢 很需要跟情人怎么样见面 或者是要有一种 感觉是有在一起的感觉 这个族群在疫情期间 如果要偷吃 我觉得是比较辛苦啦 但是呢 土象星座他往往会喜欢什么样 送东西给情人 不管是自己做的咯 或是送礼物咯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可以注意的 那另外呢就是 他们呢一旦 有一个比较偷吃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他开始会挑剔你 你看你都不像那个隔壁的对不对 某某某怎么样怎么样 他都会帮他的男朋友怎样怎样 他可能会找一些实际的理由来批评你 觉得你不够完美 这样他内心会比较平衡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CP值太低 所以我出轨是有点道理的 但是土象又很有趣 他如果呢偷吃太over 你又没有怎么样 你也对他很好呢 他就会想办法回来要怎么样 补偿你 比方说你的土象男友 最近忽然变得很小气 然后呢偷偷讲电话 偷偷传简讯 然后呢常不在家 你觉得有这个危机 然后你跟他吵完架之后呢 他隔天又开始送你花 送你礼物要补偿你 诶 你这个我觉得 这可能你要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 关系有什么地方 没有接轨道 最后来看到水象星座 包括太阳或是月亮 呃在巨蟹天西还有双鱼座 这个水象星座有的时候是比较难的 是因为他们如果真的要 呃就是打动你的时候呢 他们是无微不至 不过呢我觉得还是有机可循啦 除了有一些这个秘密的出去玩 或传简讯以外 水象星座它其实很重感情 所以呢你会发现 它如果今天无缘无故的挑剔你 或者是说无缘无故不开心 它不像土象星座是可以指正立立 说你哪里做不好 它就觉得你这个不对 可是你明明上次就这样做 它也OK对不对 然后呢你发现 诶 奇怪 手机上本来不是我们俩合照吗 不是我们俩有私人物品吗 不是有对件吗 怎么记忆它可能常常都没有在带 或是呃不在身边了 你就会发现它在身边那个 你的气味它开始在慢慢在抹去了 你要小心哦 因为它怕被别人看到 或者是它开车 你本来里面有放私人物品 结果现在你的私人物品 诶 怎么都被清光了 不小心还看到有别人的私人物品 哎呦那你 我觉得你可能要去好好考量一下了 好不好 不过呢我们讲到这里啊 我也要奉劝各位女性朋友啦 我们只是给大家做参考 你不要就是说这个瓜田里下 或者是捕风捉影 他男友做了一些事就很紧张 有的时候怀疑会是破坏关系的一个元凶 但是一旦你发现他真的出轨了 你要好好思考 是不是彼此关系有什么样的问题 才导致这样 是可以修复的 是可以提醒的 但是如果这个人呢 已经是执迷不悔了好不好 拜托一下 放声他们各位师姐们好不好 这世界森林如此之大 不需要让自己绑在一个木头上 OK 好所以祝福大家呢 在听完我们上述的这个分享之后 好不好 都可以慢慢的找到 可以跟另外一半更好的相处方式 我们下个月再见 拜拜 那请问老师为什么要看的是月亮星座 因为月亮星座比较不能伪装 因为我们知道你知道你偷吃的时候 是大家想要伪装的 可是伪装归伪装 但是你一定会有一个驱动跟需要嘛 所以看月亮星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比较难伪装的那个部分 所以找另一半应该是要看月亮星座 跟自己合不合比较准 那是其中一个条件不止啦 但是就是月亮星座的契合度 两个人生活的模式会比较相同 但不代表你们两个月亮星座很契合 就不会有偷吃出轨的情形哦 嗯 那如果是刚刚你讲 因为火象是比较 比较彰性出来 但如果像是遇到火象的人 被火象的人给出轨 他会不会整个抓狂 火爆心 一定会 但是我觉得就要看 像你讲的很好 就是两个组合怎么样 比方说火象星座 如果他的男朋友是土象 隐藏的很好 那火象通常呢 不是直接摊牌 就一定是想办法要找到证据 证明你是说错的 对 所以火象是不能惹的吗 哈哈 不能惹哦 应该是说我觉得火象就是 喜欢就在一起 不喜欢就离开 比较干脆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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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